Hello 大家好 我是Amm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见到很多日本女生都会用的这一类 Bakuin Baku 袋中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很多东西出街 有时候我们会买一些很好摘的toe bag 大一些布袋 但有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每次用这一类型的toe bag 你会发现它们里面都是没什么间隔的 这些也是很漂亮的布袋 但它里面都是因为没什么间隔 变成在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东西放下去就会很乱 每次要找一样东西出来 都要好像尋寶那样潜出来 如果大家和我一样都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今天介绍的这个袋中袋 或者可以帮你了 我现在手上这个就是Muji 我买它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有写明的用途 是袋中袋 它在Muji里 你会找到它有两个尺寸 一个就是A4尺寸 另一个就是B5尺寸 我现在手上这个就是B5尺寸 颜色它有两种 一个就是浅灰色 另一个就是这个黑色 你会看到我现在是在用的 我现在移开它里面的东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物料 它的物料是一个网状的物料 你会看到它是可以看少少师傅 可以看村里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网状的物料的关系 所以这个袋是非常之轻的 它这么轻的好处就是 当我擠满了东西之后 再放到袋中 它不会为我的袋额外 它带来了一个重量的负担 因为它真的很轻 而我觉得这个B5尺寸 亦都很适合我们日常的这些toe bag 甚至乎我们有时会买很多 这些漂亮的帆布袋 这个B5尺寸也是刚好 可以配置到这些帆布袋里面 不如我们现在先来一个快的 去看一下这个袋的间隔 还有顺便做一个简单的 我近期的What's in my bag in bag 我最近的袋中袋到底装些什么 先看一下这个袋中袋 用它的好处就是正正可以解决 一般这些toe bag 如果袋里面是没有分隔的话 它就可以做一个内袋的分隔 而它的袋本身就会有厚度 所以它自己都可以站在那裡 放在大袋里面的时候 它不会拎来拎去得很厉害 看看它里面的分隔 你会看到它中间 就会有一个大一点的空间 可以放一些大件小小的东西 而内袋本身都已经是 车好了有一些分隔 可以整理好 放好我们的用品 一边就会有两个大小小的 而另一边就会有三格 而这个内袋还有一个拋扭 当你放好东西下去之后 只要你把袋子拋住它 它里面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容易 会倒出来 而且它还有一个手抽位 这个手抽位就可以方便 你放好东西下去之后 有时候换袋一抽就可以拿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挺不错的设计 我觉得 现在我们就试一下 将我日常会带出街的东西 用这个内袋整理好 再放到toe bag 你就会看到事情是会整齐很多 当你要找起一些东西上来 在toe bag就不用沉暴地慢慢潜了 首先第一件 就是要带出街一定有的 就是银包 这个银包是很久的了 你看到都很够了 这个之前拍片都有分享过 就是有一次我和Timmy去轻井窄的外套买的 我很喜欢这类的长银包 因为一个其实就什么都放进去 你看到那些钱就这样 一张张就可以放得很好 而且卡、身份证、散纸、单等 我都全部放进去 我觉得很方便 有时候连头痛药等我都放进去 这个银包我就会放进这个内袋 中间这个大的位置 然后第二件一定要带出街的 就是我的卡套 这个也是YSL的 这个卡套其实我都很喜欢 我平时的八达通就是放在这里里面 我坐车就经常都要用到它了 所以它都要放进一个很方便拿到的位置 那我就选择把它放在三格的中间那一格 因为手一伸下去就会拿到的 然后现在出街一定会戴的 戴多几个口罩 有些时候可能自己要换 或者会给朋友或者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我都会戴多几个在身 这个是屈神士的口罩 这个都挺好的 因为它全部都有独立包装 带出街或者给人的时候都好像卫生一点 这个我就会把它放在大的这一格 和银包一起放 现在出街一定要有的 还有酒精搓手液 这个酒精搓手液 这一支很好用的 它就会放在旁边 我给它一格在旁边 都很容易拿的 然后一定要戴的 还有纸巾 我就都转用了这个保壁的纸巾好一段日子的了 我觉得它的纸巾都是很好用的 那个质地都是很实正的 不会很容易起纸巾碎 还有它都很柔软 最重要就是很便宜的 如果你找到一些药房有的话 其实它是说10元以内一条而已 一条里面已经有很多包 它是又便宜又好用的纸巾来的 这个我都推介给大家 我们就放在一边 放在小的一格 还有都是防疫用品 我现在出街除了会戴 刚才说的酒精搓手液之外 其实我都会戴少少酒精纸巾 有时候拿来抹电话那些 这些防疫用品 其实以前如果塞在袋里面 就会浪来浪去 每次要找都真的要尋补才找到它出来 而且找到出来 一定是这些纸巾都会披了口 抹了 现在我就会把它好好地在里面分类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 纸巾我们都把它放在纸巾那一格 然后酒精搓手液 刚才放在刚才那一格 另外现在出街一定要戴的还有环保袋 这个环保袋也是跟了我很多年 我就把它放在大的其中一格 然后就有这个 这个也是现在必定会戴出街的 就是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是很好的 因为它是有无线充电的 它除了样子得意漂亮之外 还非常好用 因为不需要多带一条线 就这样搭上面就已经可以插到我的iPhone 而且它的尺寸又很好 就是两个搭着 就算我拿出街要插着用的话 它不会一个大了一个小了 它又不是很重 这个我都是一定会戴出街的 我就会把它放在另一个大格那里 独立有一格给它 因为我现在的头发长了 所以我都会带多一条橡筋出街 这条橡筋我就放在充电的那一格里面 最后就还有铰匙 但在介绍铰匙的时候 我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夹 这个小夹 你看这个小夹 我是在日本的100日圆店买的 它一边就好像一个夹 它可以夹着一些东西 而另一边就好像一条猫的尾巴 它的用途就是可以用来勾住铰匙 就是这样 这个在100日圆店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东西 如果以后去日本 你们都去看看 现在我就把它夹到袋子上面 用来固定我的铰匙 你看其实它夹了上去之后 都挺稳固的 它不是松的 然后我的铰匙就这样勾在这里 就完成了 变成铰匙也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而不需要在袋子里面 我又没有特别用铰匙包 因为也是想轻一点 所以这样勾住我觉得都挺整齊的 好了 这个就是基本我一天都要带出外的东西 就在这个袋子里面 现在我把它夹在里面 就是这样 我只要把它很随意 放到袋子里面 就搞定了 你看到现在它在toe bag里面 就很整齐 不会散烧烧的东西 朗来朗去 我每次要拿一件东西也很方便 譬如我要坐车 我一手伸进去我就已经摸到 因为它们不会滚来滚去 我就立刻就可以拿到 譬如八达通 有时候 譬如包子 我不止带那么多东西 有些时候 我们出街要带暖水壶的话 我都是直接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就可以了 甚至乎放在把傘 你变成一个袋子 其实就很整齐 你要拿每一样东西都不会很难 你真的很容易拿就拿到 很多时候我们在街买了 这些很漂亮的帆布袋 我们只需要加一个这些袋中袋 就可以好好地用它 这类的帆布袋 如果用了这些袋中袋 有一个更加好的好处 就是里面的东西 不会把袋子弄得粒粒粒的 你背起来它不会有东西 会有很多东西 会很漂亮 我觉得 一打开袋子 里面的东西一目了然 这个真的很好 甚至有时候出街 我要带水瓶出去 你就照加进去 带一把傘的 照摄进去 要拍照 带电 我都会这样照摄进去 会好用很多 你立刻觉得这个袋 因为找东西又方便 又不会那些东西 朗来朗去 很好摆东西 最后我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琉球王Uki的这些精品 其实我都用了很多他们的产品 比如这些保温壶 酒精搓手液 甚至乎布袋 这些公仔 我都有支持 我自己本身都是他们的粉丝 不过我看到他们背后有个理念 都挺好 都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就是当他们设计这些 那么有趣 那么漂亮的产品出来 卖给我们的同时 其实他们背后部分的收益 就拿去捐助给不同的流浪动物 所以如果在未来的一些节日 你需要譬如交换礼物 又或者你要买东西送给自己的话 不妨你也可以去他们的page 那里去看一下 因为他们on and off 都会有一些新的产品推出的 还有quality也都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 在你的支持买东西的同时 你除了会得到一个都挺漂亮的精品之外 你的款项 有部分都会捐助给不同的流浪动物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 很值得大家支持 我都将他们的page放在info box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都进去看一下 你进去除了会看到这些那么漂亮的精品之外 你还会看到Uki Nana和Nago 这三个真身 其实真的非常有趣 日常看多些他们 人都会更开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